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點時曾經 我是運達投顧陳時輝 今天8月12號 禮拜一一週的開始 當然今天大盤也算大漲 整個從上個禮拜跌下來之後 現在談上來到這裡的 那我上個禮拜也提醒過大家 這個禮拜再談 就到了一個上檔的壓力區 所以在這裡會 還是要提醒大家 基本上好的股票 你要懂得回檔買 那在這裡我們還是不建議 過度的追高 畢竟整個大盤從跌下來到 漲到今天幅度也相當的大 那反而是你要懂得 好股票跌下來要記得買 這是這個禮拜開中明義先告訴大家 那目前整個盤我們從上個禮拜 其實從7月中 7月中 7月16號 有看我節目的或是Lite Ad的 大家都知道 在7月中開始我提醒大家 一路跌下來 一路跌下來 好到這一天 我告訴大家進入超跌區了 對不對 8月5號三個禮拜一 我告訴大家那一天大跌1800點左右 我在盤中就告訴大家進入超跌區了 所以在盤中基本上 你就不要殺低了 禮拜一的時候 你就不要殺低了 然後我在盤後下午的時候 還告訴大家 這個超跌其實有助於止跌 真的跌過頭了 但是融資會多殺多 向來都是這樣 向來在整個大跌之後 接下去就是融資 就會殺融資 那也果然隔天 隔天你看隔天是不是還有破敵 破敵大家一定很害怕 那我反而在盤中的節目 包括在10點的時候 我的Light我都有強調 整個大盤疊那麼多了 再疊有限了 大家不要看得太空 反而應該要尋找機會做多 進行佈局 而且我在節目中特地告訴大家 我已經在佈局了 我已經在佈局了 對不對 哪些股票 鴻海雷股雅翔 電力概念股 對不對 禮拜三超跌之後全面反彈 你看我禮拜二大跌的時候 說我在佈局了 反而上漲的時候我就不照進了 好 禮拜四又大跌 禮拜四又大跌嘛 對不對 大跌要怎樣 好股票要懂得跌的時候買 然後禮拜五又大漲 大漲就不追 昨天大跌進場買 今天大漲就不追 禮拜五嘛 對不對 禮拜五嘛 就不追了嘛 但這一天你要懂得買 那今天當然今天 大盤進入壓力區 基本上我就在這裡提醒大家 還是不宜過度的追高 那當然每個股票 基本上不一定跟大盤是同步調 但是大體上你的策略 就要一定要遵循這樣 就好像我從七月中 大盤在上面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你要懂得技術回檔嘛 對不對 你就要減持股票 你就要賣股票嘛 那反而跌下來這裡 你殺在這裡沒有意思嘛 所以我告訴大家 在這裡你不要看那個太空 反而在這裡要做佈局 而且我還特地明擺地告訴大家 我在這一天我已經進場佈局了 對不對 接下來我還是建議大家 基本上這個盤在這裡會上下 你要讓它整個V型緩轉 又回到上面 基本上困難重重 為什麼 因為畢竟上頭的賣壓還是很重 所以在這裡你還是要懂得 好股票要記得 要趕在回檔的時候買 8月6號有沒有 剛剛我講的嘛 當天殺融資下殺嘛 我也在節目中告訴大家 我已經進場佈局了嘛 也確實嘛 我還公開了一些股票嘛 對不對 8月6號我在找盤的時候 就進場去買股票了嘛 對不對 8月6號嘛 那天買在低點嘛 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為什麼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因為整個反彈上去 那基本上你要懂得 你要懂得要在低檔買 你一在高檔追了 那接下來不一定會虧錢 但是你就會很難過 可是你在低檔買那不一樣 是不是 你看 你陽華3622的陽華 你懂得在低檔買52塊 你看他今天多少 60塊左右了嘛 15%左右了嘛 這就是我在這裡要提醒大家的 整個你的操作手法 我常常講客觀分析 但是你要務實操作 我在這裡不會賭空也不會賭多 但是好的股票 我就是一定會在回檔的時候買 為什麼 因為它好啊 舉個簡單例子 你今天要買一台賓士 本來300萬了 那現在因為景氣比較不好 要賣你250萬 你買不買 買啊 因為說什麼 同樣一台賓士是不是 相同的道理 這是在這裡操作的一些技巧 提醒大家 接下來8月8號禮拜四 也是下沙 當天跌了400多點 對不對 我剛剛講過 我就確實還是進場買股票 好 那今天 我今天有告訴大家 今天整個大盤進入壓力區 當然今天整個台積電 在上個禮拜五 7月的業績公佈了之後 還是很好 相當好 當然有助於我們整個大盤 這一波大跌之後 有助於它的止跌回穩 但是基本上你看 今天的股票其實很多 都是大型龍頭股在漲 那有一些股票你確實自己要小心 包括我今天 8月12號嘛 對不對 有的股票已經有15%以上的獲利了 我先調解一下 這就是我告訴大家的 你看嘛 整個盤跌下來 你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啊 跌漲 對你來講未必是好事 或是壞事 你如果懂得操作 對你來講漲是好事 跌也都是好事 為什麼你可以買便宜 包括像雷虎 我之前一直強調 7月31號我本來就看好雷虎 我確實有進場買 在65塊附近 65.3 後來三個禮拜一 大盤當天大跌180點 有系統新風險我還是先出啊 我出了一般做避險 對不對 當天確實因為大盤大跌 出了之後確實幾乎跌停盤 當天800加跌停盤 但是隔一天 整個盤回穩了 系統新風險解除了 我馬上再把它買回來 58.5你看 65懂得賣 58.5減回來 而且我還不是買在最低點 但是你看58.5 你看雷虎現在 都65塊 快要66塊了對不對 這就是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為什麼我測標今天特幣級 好的股票你回答要懂 要懂得買 要敢買 你回答還不敢買 那就表示你沒有對這個股票 有很深切的認識 當然我常常講專業分析 然後務實操作 道理就在這裡 包括之前楊華 我6月7號做過一次再60塊 還是要懂得賣啊 84塊賣掉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告訴大家的啊 操作上就是要懂得這樣啊 你要懂得買也要懂得賣嘛 你懂得賣 你現在就不會是滿手套牢的股票了嘛 對不對 你懂得像我這樣 你懂得像我這樣跟著我這樣做 你現在手中不會有套牢的股票啊 你可以在底下慢慢地撿便宜 那我剛剛講過好股票 你要懂得低檔買嘛 講到鴻海 鴻海我在3月份的時候操作過一次 而且所有的會員全部都有買 105還買了兩次 後來的會員還買得到108 後來確實漲了 這是之前 最近我是不是也告訴大家 鴻海跌下來了 大家要注意 我也確實進去買了 然後呢 在大家不是看好鴻海的時候 告訴大家 在160幾的時候 甚至當天還有161 我告訴大家 鴻海你反而是要懂得買 為什麼 當然當初大家都講 鴻海融資在買 法人在賣 但實際上 其實我也提醒大家 主要是法人的態度 為什麼 因為融資只有9萬多張 而法人高達了500多萬張 那法人為什麼賣 因為系統性風險 法人還是要賣嘛 那法人在等什麼 8月14號鴻海的法縮會嘛 對不對 那我們回頭過來看 華碩當初 也是跟鴻海一樣嘛 融資爭 法人賣啊 但是它為什麼會跳空往上漲 因為業績啊 我一直提醒大家業績 業績對不對 因為華碩的財報非常好 好 那這個時候你回國過來看鴻海 鴻海的第二季是不是還是很好 對不對 營收非常好 加上7月份 鴻海都公佈了嘛 年增接近22% 而且公司也表示 第三季維持旺季營收季 年均增的展望 第三季還是會比去年更好啊 所以你不用擔心啊 而它的股價卻跌下來了 這個時候你反而 是你進場的好時機 但是很可惜 那一天融資是減的 大家可能都殺在地點 殺在162 163 那今天鴻海 你看一度來到快要180了 這個就是我在這裡提醒大家的 好的股票 你要懂得在低檔的時候買 那當然接續我們還是看好鴻海 甚至8月14號的法說會 我們是樂觀一待 為什麼 鴻海的業績還是很好 鴻海下半年才正式它的旺季 那加上Apple要出新機嘛 對不對 加上它整個電動車 整個車子那邊的 它的佈局很好 它不只做整車 它還有車用電子什麼很多 那這些對它的營收也好 毛利率也好都有幫助 那這些我一再強調 這些外資法人 主力大戶 也都會知道 所以在這裡先提醒大家 好的股票要切記 當在現在這個大盤 上下震盪的時候 好的股票你要懂得 低檔回檔的時候買 下半階段我還會告訴大家 在這裡整個股票的選擇 你要注意哪些 包括選擇了股票之後 你要怎麼樣的 來注意一些操作的細節 好 那我們先休息完 下半階段再回來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 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 27810909 27810909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一直在強調好的股票 你要敢在回檔的時候買 所以在上個禮拜二大跌的時候 我特地在節目中公開的告訴大家 我已經在佈局了 而且我上個禮拜一直強調 雖然大盤跌 但是我一直強調 你要展望未來 你要尋找機會 當然整個在類股方面 在上個禮拜五 機器人概念股大漲 我也有在盤中告訴過大家 包括影漢對不對 4562的影漢 或是像8374的羅生對不對 那時候我也告訴大家 基本上雖然你看好它 但是也不要用追的 當然這一波我沒有操作機器人概念股 因為我也講過 因為這一波的話基本上 我比較重視的是 整個財報跟業績面 但是像羅生你看 整個上半年才賺0.05 幾乎沒賺 但是它的股價 它的股價在100多 所以我基本上 我雖然沒有看壞它 但是我就不會操作這類型的股票 那我會操作什麼呢 我也一再地很明顯地強調 包括那一天 上個禮拜二 對不對 我明顯地告訴大家 電力概念股對不對 那電力概念股 基本上我就有佈局了好幾檔 包括我剛剛講過的陽華 那包括亞歷 那為什麼 因為我一再強調 電力這個商機 未來還會持續 而且不但持續 還會加速 國內也好 國內有高科技設廠需求 也有台電的計畫 國外都一樣 有在注意的 其實美國現在也在跟我們一樣 做強任電網的規劃 他們也在做這些 為什麼 全世界都需要 全世界都需要讓 讓自己國家的電網整個 整個越來越有效率 為什麼 因為電力是全世界 這些未來很大很大的需求 包括台電今天都 這個禮拜都講了 你如果要設算力中心的話 基本上到南部去設 因為北部沒有電源 所以電力的這些相關的 設備也好 電纜也好 它的商機就會越來越來越來越多 賴總統上個禮拜 現在也公開講了 他希望台電強任電網的計畫 提早4年 在2028年就優先完成 本來台電強任電網計畫是10年 對不對 提早4年等於6年就要把 6年就要把5600多億消化掉 所以台電接下來 還會釋出更多的訂單 更多的單子 這些就是這些電力概念股的商機 所以我一路上告訴大家看好電力 但是操作技巧上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看好它 但是你要懂得回答 所以亞歷在這裡的時候 我提醒你是不是 我不會今天才告訴你亞歷 今天亞歷都一度快要漲停板了 對不對 再告訴你沒有意義 110幾的時候告訴你亞歷 有意義 130幾的時候告訴你亞歷 都漲了快兩成 是不是 為什麼 那麼因為我們一路上還是看好亞歷 亞歷跟晶圓雙雄合作過很多 當然他也拿得到台電的 強任電網的計畫 他主要的產品是這些 配電盤這些 整個很完整 所以整個高科技設廠 基本上都會找他合作 所以他主要的客戶 除了是台電之外 還有台積電 聯電 煤光 旺紅 當初在6月初的時候 我也是在低位階的時候買的 你看好他你也不要買在這裡 你低檔要懂得買 有沒有110元 然後讓他續漲 我告訴你14%還不止 後來漲得快五成 對不對 然後最近我是不是 在底下的時候告訴你 告訴你他都跌到110幾了 對不對 什麼時候告訴你 禮拜二 禮拜二告訴你 在測標都告訴你 禮拜四它還沒漲 還是告訴你 還在110幾了 那今天呢 今天130幾了 對不對 135 這些就是我告訴大家的 你看好一些股票 但是你還是要懂得操作 包括像我剛剛講過的 楊滑都一樣嘛 對不對 楊滑它是做電纜中端甲跟接續甲 那我講過嘛 它的業績很好啊 後來公佈了上半年確實賺了兩塊多 那我也公開講過嘛 我在52塊的時候買嘛 是不是 那今天 60塊以上啊對不對 60塊以上啊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告訴大家的 好股票 要懂得在抵擋嘛 那當然你為什麼不懂 因為你沒有很明確的知道 其實它是好股票 電力包括像什麼 包括像核基嘛 核基都一樣啊 對不對 它也是做電纜的 它是楊滑的大股東嘛 我也是都是底部告訴大家 我上次也操作過一次嘛 49塊嘛 對不對 30%對不對 那我也告訴大家核基業績很好啊 果然公佈了之後 你看嘛 上半年就賺了一塊多 對不對 它股價呢 它本來還在40塊附近而已 這裡很多 包括我剛剛講過的 我之前講過的定營 定營頭控都一樣啊 它是做高階的PCB車用的嘛 對不對 未來商機還很多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佔有率很小嘛 這些都是好股票 這些都是你下半季可以 好好的追蹤 然後呢 然後逢低買 包括像雅翔 對不對 它營收很好啊 整個上半年賺了快9塊錢 也是低檔的時候告訴你的 對不對 大家要懂得低檔買 包括雷虎都一樣 所以這些好股票都值得你追蹤 但是大家要記得客觀分析之後要務實的操作 在這裡呢 你就是可以順著盤勢好的股票 在盤勢回檔的時候你要低階 低階的話基本上你在這個盤勢底下你操作你會非常的愉快 你不會晚上睡不到覺 我上個禮拜也講過 你禮拜五如果追一些股票 或是你今天早上大盤大漲的時候追股票 那可能你晚上你就會擔心了 但你不需要這樣 你跟著我的話基本上 你跟著我的話就是無懼啊 所以在這裡我一樣告訴大家 在這裡確實你可以尋找機會展望未來 那怎麼樣尋找機會怎麼樣展望未來 歡迎大家跟著我 一樣我還是繼續退出一加一專案 那歡迎大家節目過後一通電話跟著我 我們來尋找機會展望未來 在這裡也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並自負投資風險